有传因为在电影《色界》中演绎大胆心域镜头 而当内地封杀接近八个月的汤伟 这天就终于解禁 在北京为一个国际品牌的服装秀担任嘉宾 由于这次是汤伟首次在内地公开亮相 所以就成为全场焦点啊 穿上黑色大衣的汤伟 竟显优雅气质 对于有传他被邀参演新片《狼灾记》以及《1949》 汤伟就没有正面回应 不过队友指他申请优才计划成为香港人 汤伟就只认不会了 是 这城市是个香港人 我是中国人 香港都是中国一部分嘛 这已经拿着身边做的 现在都在等 这现在来的 那我们都很方便 我现在主要是北京人 如果工作在哪里我都在哪里 在香港远的地方 你都在哪里 我想我始终是个演员 我的工作在哪里我就在哪里 然后而且香港的这个事情其实是很早 因为我的公司是在香港 这样便由我往返于这两地之间 那现在有没有接哪里工作 工作由公司来安排 然后如果有工作的话 如果有新的电影会告诉大家 暂时他们都在谈 有很长一段日子没有在内地公开露面的汤伟 就趁着这段时间去旅游散心 他还说去了国外来自我增值啊 之前我在伦敦那边学那个有acting course 或者学英文啊 我觉得是一个充电的时间 在伦敦两个月 而平时很少出席时装秀的郭晶晶 这天就放下平日一贯的运动服打扮 盛装出席只是让人眼前一亮啊 我觉得搭配的很好 那你觉得你是说穿这种衣服 还是运动服穿的比较平衡 平时的话肯定运动服比较舒服 但是有些出去接活动的话 还是需要有一些比较装动的衣服 难道有时光你们穿那个运动服 还是那个这种打扮呢 我也不知道 谢谢大家